第249节 李泰从门外也发现了这一现象 捏手捏脚的走了进来 蹲在地上看看那个奇怪的圆球 还拿手扒了一下 看着铁球在地上滚了一圈 又抱起来放在桌子上 用力的拽一下 没动静 朝身后喊了一嗓子 立马就有两个绑大腰圆的侍卫走了进来 对云叶 龚叔木抱拳失了一礼 就开始拉扯半球 李泰在边上紧张的观察 云叶就不理会他们主仆三人 用小茶壶 在两个极小的茶重里 蒸满了绿色的茶水 请龚叔木品茶 龚叔木灿然一笑 端起一个小杯子 放在鼻子上面啊 嗅着茶香 再轻轻的夹了一口 不咽下去 让芳香尽情的 在口中荡漾 陶醉非常 云叶也端起一个 别喝 编对老公叔 讲茶叶的妙处 先生不知啊 我以前呢 听说过一种茶饼 这种饼子呢 放的时间越长 就是越珍贵呀 据说 还有放了两百年的茶饼 每一口下去 那就和 和金子差不多呀 只可惜 这是传闻 不得听见呢 实在是遗憾 据说那滋味 才是人间绝品呢 两百年 那 那茶叶起不 早就腐朽了 就 就这还能喝 的确能喝呀 而且呀 美味异常 这一点呢 我还是肯定的 这个世界呀 充满了奇妙 有许多我们根本就无法解释的谜团 物理学就是这样一门学问 从行动坐卧走 来解释我们的世界 我时常就在 为从这个世界 得到一点小小的发现 而窃喜不已 两人的谈话 谈得极为投入 公书木 长须飘飘 云叶 青衣黑发 不时间 发出一声 会心的大笑 房间里 已经人满为患了 一边五个光着上身的 标形大汉 在扯着绳子 青筋暴露 拴在铁球手柄上的绳子 被扯得笔直 汗水 如同蜿蜒的小蛇 在肩背上滑落 铁球 游自 咽然不动 一方的力气 稍微小了一些 被另一方扯倒 一个不小心 撞了云叶的 花架子 这花盆啊 被摔得粉碎 云叶布满的皱皱眉 来到被扔在地上的铁球边 把绑在牛津管子上的绳子解下来 双手一分 铁球就被拉成两半 随手扔在墙角 对瞪大了眼睛的李泰 指指外面 示意他可以出去了 李泰 走了那些侍卫 自己呢 却留了下来 殷勤的给云叶和公树木倒茶 态度恭敬 这混蛋呢 他就是这样子 别看他 卑躬屈膝的样子 他是在敬重 你肚子里的学问 不是在敬重你这个人 哪怕是乞丐 只要对他学问有帮助 这混蛋呢 一天呢 也会看八回 等把你的学问掏干净了 他全部学到手了 就会立刻翻脸 该是乞丐 你就是乞丐 不再是那个让他尊敬的人了 这种特点和窝人呢 没有区别 现在的恭敬 只不过是为了将来 更好地羞辱你 魏王的便宜 岂是好占的 有一个恐怖于私的学生 难怪公树木会如此的憔悴 每天都在为教他些什么 犯愁呢 得英才而欲之 是每一个名师的渴望 可惜的是 世界上还有一种英才叫做变态 是专门为了折磨老师而诞生的 比如眼前的李太就是 举一反三 已经不足以说明这家伙的资质了 他就像一个口径巨大的潜水泵 不把老师肚子里的学问 炸干炸尽 是不会罢手的 云叶没有这种顾虑 如果在有生之年 能看到李太把核潜艇造出来 那就是莫大的幸福 清雪 你为何放弃了对知机的研究 整天无所事事的逛当呢 这也是你做事的原则 李太眼睛瞅着墙角的两个半圆 心不在焉的回答 富皇说 这东西啊 先不要研究了 要我慢慢来 说现在呀造出来有害无益 所以我就停下来 尽量的不去想他 先生 这铁桥为何你拉开就如此轻松呢 我却费尽全力也做不到啊 我知道这里面一定有我不知道的新学问 还请先生 为弟子解惑 我天生力大无穷 两绑有九牛二虎之力 拳上可以占人 胳膊上可以跑马 其实尔等凡人可以比你的 李太再也掩饰不住自己的鄙夷 大声说 我看到你松开了绑在牛津馆子上的细绳 奥妙一定就在那里 可是 没有看见里面有其他的东西 你用什么法子 让两个半球粘得如此结实呢 上面有猪油 很明显 猪油没这么大的粘性啊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说到最后呢 李太就开始咆哮起来了 你不要和我打躲 我也不会和你打躲 这种当啊 我已经上了无数回了 再也不是这种亏了 你快告诉我 这家伙现在呢 已经快要疯了 现在已经彻底具备了疯子科学家的所有潜质 对于封地的事情啊 他已经好久没有理会过了 一个人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 看别人呢 都和傻子一样 当然在他的世界里 只有云叶是一个没有毛的猴子 剩下的呢 都是披着厚厚的毛皮 在树上摘果子吃 不能再戏弄他了 云叶请公树木 又喝了一杯茶 对李太说 我说过啊 我们的世界啊 很奇妙 有一些无形的力量 在控制着世界上的一切 为什么果子会从树上掉下来 而不是掉到天上去呢 是什么力量 让我们必须脚踩在大地上 而不是漫天的飞翔 这个铁球就可以解释其中的一种力量 很神奇吧 现在给你看他的另一种表现形式 看自己了 我只做一遍 云叶在李太师徒的目光中 给茶杯珍满了水 几乎都要溢出来了 从案子上取过一张纸 慢慢的扣在茶杯口上 然后把茶杯倒过来 李太想不明白 为什么那张纸就能挡住满杯的水 这不让它流出来呢 为什么呢 他用手轻轻碰出了一下那张纸 那张纸呢被捅破了 杯子里的水哗的一下就洒了一地 李太没有迷茫 却像个发现了新玩具的孩子 自己堵到一边 拿了一大碟的纸 一盆水 一个茶杯 就开始了自己伟大的发现之旅 云侯 这是什么缘故啊 公书木一生都在研究天地的奥妙 见到神奇的事情 自然难以掩饰自己的好奇 先生 这是空气的力量 云叶呢 没办法给他解释什么叫做大气压强 只能这么说 公书木用宽大的袖子来回山山风 若有所思的对云叶说 这么说 空气也是一种阻碍是吗 风是一种 他能推着巨舟在大江大河上航行 也能阻碍举散的行人 先生说的没错 空气呢 也是有重量的 我们在空气中行走 其实啊 和在水中行走 没有多大区别 只不过是一个阻力大 一个阻力小 仅此而已啊 我已经乘量了161种东西 在相同体积下的重量 难道说 我还要秤量空气吗 老天爷呀 我要先造出足够精确的秤 然后呢 要把相同体积的空气 放在秤上秤 我要如何把空气隔绝呢 不让它影响称重的准确性啊 上回我把一个时辰 分成了7200份 现在呢 还要把一斤分成一万份吗 你是在欺负人 这是一个精细活 我上回用沙漏来分时间 那我现在用什么来分个重量啊 我们的重量 起源于力的分量 但是它依然很大 那撑不出空气来啊 李太 颓然的跌坐在地上 很沮丧的样子 他很想完善自己的密度表 可惜太难了 云叶尖自己刚才似乎给他的打击有点大 就温言的说 清雪 世上的伟大者 无一不是从艰难困苦中披荆斩斤而来的 你找到的路 就该大胆的假设 小心的求证 最后找出真相 说不定人世间都会为你而改变呢 李太翻翻眼睛 这家伙现在只会做一种表情 那就是鄙夷 你以为我失望了 还是退去了 说一些狗屁不通的胡话 来安慰人 我是那种需要安慰的人吗 刚才只不过是有点沮丧 让自己轻松一下 准备好心情 就去干这件事情 别以为你刚才把事情做的滴水不漏 铁球和杯子有一个相同点 那就是你把空气都赶跑了 一个用反装的风箱抽出空气 一个用水把空气挤出去 我只需要弄明白 你为何一定要把空气赶跑就行了 说穿了 那就是多做几次实验吗 我就一定会找出规律的 你还唬不住啊 哈哈 李太大笑着背着手走了出去 似乎对自己的研究前景 非常的有把握 云叶看了公书木一眼 两个人一起苦笑摇头 公书先生 我现在彻底的领会到了你的痛苦了 这就是一个妖怪呀 哎 老夫啊 一定会短受的 这是我的命啊 是老天在惩罚我啊 让我又痛苦又愉悦 泱泱而别 抱拳道珍珠 公书木现在啊 大有在溢水相别的悲壮 李家不出别的 尽出妖孽呀 拳打脚踢的 把前来汇报 钱庄适宜的 李克 拧跑了 开个破钱庄啊 现在呢 就已经演变出来 汇队业务 那这样下去 这个世界 还有别人家 混得余地了吗 一个在整天想着 怎么把他的廉价金银铜币 推向整个大唐 一个总是在琢磨 怎么让老百姓 把所有的钱都存进钱庄 好让全天下的人呢 都成为李家的债务人 最可气的呢 是第三个 一个劲的向上天要真理 想要窥破人世间所有的秘密 三架马车开动 大唐如果还不能够繁华几百年 那就真是实在是没道理了 现在呀 这皇位对李太 李克 没有一点的吸引力 因为他俩都明白 那是一个绝对 会让自己束手束脚的位置 就连李成前 都更加的喜欢纵马四方 驰骋天下 不再把皇位当成自己 唯一的选择了 郁闷的 或许啊 还有一个人 那就是李二 自己费尽心力 抢来的皇位 现在呢 自己的三个最优秀的儿子 没人把他当成一回事 谁让他呀 有一种空唠唠的感觉 躺在马车上 缰绳就挂在马背上 旺财知道去哪 每天这时候啊 都是云叶回家的时候 雷打不动 马车在山路上缓缓行驶 旺财迈着悠闲的步伐 拖着云叶回家 偶尔呢 有一片残留的枯叶 从树干上飘落 都会引起他 驻足观看 走走停停 一人一马 沐浴在夕阳里 都懒洋洋的 空气里似乎都弥漫着 慵懒的气息 旺财突然停了下来 回头朝云叶打了一个响鼻 告诉他 前面有人 抬头看 像是被马峰遮了一下 云叶顿时就窜了起来 李二背着手 站在小路上 身边只有一个满脸 胡须的魏征 似笑非笑的看着云叶 滚下来 前面带路 想说想的都躁腻 朕一天到晚 忙的不得空前 你却单人独马的 想尽了清闲呢 李二的胡须也越发的浓密了 而且呢 还窜了一脸 书里的整体油光发亮 身上一股龙咸香配置的香气啊 顶着风都能闻到 穿着一件普通的衣衫 只是啊 腰间挂了一个天大的玉佩 暴露了他的身份 谁家的平民 敢用五根枝头的玉雕啊 陛下 白龙于福 实为不至 若有丝毫差池 就是魏征的不是 臣 谈何魏征 不踪不敬 致陛下于显地 当重重责罚 才可以平息 微臣心中怒火 李二自己坐上马车 就照着云叶刚才的样子呀 斜躺在马车上 眯缝着眼睛说 你知不知道 你学大臣们的样子很恶心呢 一没有文臣风骨 二没有武将威士 从头到脚 一个立子当头 脚下拴着两只大银饼子 真是所向无敌 可谓是建佛杀佛 建模杀模 朕的治下 怎么会有你这种怪胎出现 人家是五百年 必有圣人出 到了朕 老天就给了个 你这么个货色呀 也不知道 朕造了什么孽 老天又这么罚我 叹气一声 满脸的凄凉 李二在旺财屁股上 踹了一脚 示意他呀 可以前行的 云烟怒气冲冲的 看着一脸无辜的魏征 目光如果可以杀人 魏征早早的就死无全尸了 别看我 这次出游是陛下的主意 我只是被抓来陪同的 陛下想在玉山 休息两天 散散心 过了这段时间呢 想要再偷懒 恐怕就没机会了 路两边的草丛里 传来嘻嘻嗦嗦的声音 不用说 摆其死的高手 正在潜行 李二出行 怎么可能没有护卫呀 云猴 对我老魏 积怨很深的 一见面 就想让陛下处罚我 为何呀 魏征和云烟 一左一右的 跟在马车两边步行 魏征 明知顾问的 问云烟 御史大人高见 小子的确对你很不满 一个欠了人家巨额债务的家伙 还能活得如此血液 实在是五倍楷模呀 不如明日请卢国公 去你府上吹债如何呀 你拿老夫的名头卖钱 还未找你算账呢 你还敢提起死事 我那可怜的孩儿 现在天天受伤骨的 铜臭之气熏陶 前几天已经知道 向老夫借钱做生意了 听他说 河北的铁矿石价格低廉 准备贩运回来 大发一笔 你做何解释 早就听闻 桂鱼哥哥异于常人 没想到居然有如此气魄 在下钦佩万分 如果桂鱼哥哥的铁矿石 运到长安 只要比市价低 有多少 小子要多少 要不然小子先下定金 预购十万斤如何呀 也只有魏桂玉这种脑子缺弦的人 才会想起来 把河北的铁矿石 运到长安来 他估计啊 忘了计算 运费这种东西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轭大量